我们程式如果你们有范例档案的话可以开起来 里面的话呢就是从JavaScript 这个Script Language等于JavaScript 从这个地方开始 他第一个会先做一个byte byte就是说去做细节 细节哪一个事件 所以这边是一个事件 这个写法跟其他的语言有 有一点几分相似 但不完全相同 然后去做什么事情呢 去执行底下的方法 所以细节事件方法 那哪一个ID呢 这个ID也就是说将来我们这个按钮 它会去细节什么 细节这个名称 所以第一个名称 然后呢会byte连接到 当他这个事件被触发的时候 要去做这个方法 所以必须要写一个方法在底下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细节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再来就说有关关于的部分按下去 可以跳出什么 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跳出来的效果 OK 那前面我们是按下去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效果的话 就是直接怎么样 就是一个页面而已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把它加进来 其实就增加两个属性就完工了 OK 那请各位先可以试试看 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个e-happy 这个把它开起来 第一个各位可以先把你的那个范例档 这个地方各位可以开启这个本书范例 在你们光碟或者从网路上面可以抓我那个范例档 那里面的第四章的这个资料夹就是我们要开启的 这个这个刚刚我开启的这个网站 那开启的方式的话也非常简单的 第一个就是也是我前面讲过嘛 如果你要开某一个网站的话 第一个还是都要从新增网站开始 那开始开起来之后的话 这边给他一个名称叫e 啊 什么这个名称 e-happy e-happy web 然后再指向 这个网站的连结 然后再按储存就可以了 我先把这个先开启 我刚刚有做一个 这个 这个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这一个 把他 OK 类似像这样 因为我把它放桌面上 所以名称的话 基本上就是e-happy web 然后呢指向哪一个呢 本书范例里面的第四章 这个按储存就可以 那各位可以稍微开启来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跟各位做讲解 那开启这一个index 开启来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范例的完成档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的话 等一下来说明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